双十一就要到了 不但头部的主播 电商平台都要到双十一厮杀一番 大家知道吗 有很多法院也在双十一凑热闹 最近就有消息传出 很多法院也准备借双十一这个机会 好好的推一推自己的拍品 帮助涉案人员把这个被扣押的商品 卖一个相对的好价 尤其是这两年以来 很多人都想去捡这个法拍房的便宜 为什么 这两年以来我们知道 房地产陷入到了冰河期 房子是越来越不好卖了 尤其是很多地方 这个房价在下跌 这就使得很多人处于一个负资产的状态 什么意思 几年之前你可能用20%30%的首付 加上每个月还贷 买了一套房子 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购房者还不起贷款了 另一方面呢 房价下跌 说实话 你把房子卖掉啊 你那个钱都不够还银行贷款的 你不单亏掉了首付 亏掉了税费 自己还背上了债务 所以有很多人选择我干脆啊 我不管这个房子了 反正我自己卖 卖不掉 卖掉了也不够还钱的 就这样会产生很多的法拍房 从绝对数字上看呢 这两年以来 法拍房的数字确实是在不断抬升 根据终止法拍公布的报告啊 截止2023年9月份 全国法拍市场挂牌 各类法拍房源 58.4万套 相比2022年前三季度的44.1万套呢 增长了32.3% 法拍房市场供给端升温显著 绝对量大幅增加了14.2万套 而且呢 从挂拍物业类型来看 住宅商业是法拍房的主流 二者合计占总拍卖套数超过70% 其中啊 住宅2022年前三季度就挂牌了20.6万套 占总体的46.7% 而2023年前三季度 仅住宅类房源挂牌量就有了28.4万套 占总体的48.6% 住宅挂牌量较上一年也明显增长 也就是说啊 今天在各级法院挂出来的要拍卖的住宅 虽然总数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啊 有人说几百万套房子挂出来了 但是确实这个数量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所以很多人真的想到这个法拍市场去减减漏 为什么咱们都清楚啊 法拍房它应当便宜啊 一般来讲一拍呢 是这个市场评估价的八折 如果一拍拍不掉的话 那么二拍基本上是市场评估价的六折 所以这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便宜 但是呢很多业内人士都说 虽然这一年以来 法拍房的挂牌数量在不断增加 但是成交数量却并没有大幅度提升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方面啊 首先第一确实法拍房够便宜 它是市场评估价的八折甚至六折 但问题在于啊 今天房子不好卖 有的时候开发商打八折打七折 那个房子都很难卖 虽然说二手房有这个市场评估价格 但是这个价格 它并不一定是成交价格呀 尤其是有多少二手房房东 那个房子挂出两三年了 它都卖不掉啊 早就有人建议说 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之下 如果你想把房子卖掉的话 那对不起 你真得打一个狠折 让购房子有减大便宜的感觉 你这个房子才好卖 否则千难万难啊 而另一方面呢 说实话 法拍房是有雷的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前一阵子啊 有一个法院的法拍房在某个平台上线 这个平台人家真是很负责啊 人家在介绍房源的时候 特别红字打出来说啊 这套房子虽然已经被法院查封准备拍卖了 但是这套房中现在有两个超过80岁的老人在居住 他们不打算搬出来 而且他们对法院拍卖这个事存疑 什么意思呢 产权是很清晰的 房主确实欠了钱还不上 法院也是通过正常手续旅行的拍卖程序 这个都没问题 但是拍卖平台要告知你啊 这个房子里现在住了两个老人 他们是原房主的父母 他们年龄很大 他们不打算搬出去 如果有一天你花钱把房子买到手 对不起 清户这个事啊 得你自己干 买房子的人呢 你要自己评估一下 你有没有能力说服这两位80岁以上的老人 搬出去 因为今天他们对法院拍卖有抵触情绪 换句话讲 人家平台真是出于善意 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了 你敢不敢买这样的房子呢 产权上是没有瑕疵的 但是你买到手之后 很有可能人家就赖在那个房子里 你没法把他们强迫的搬出来 说实话 没有那个金刚罪 你就别懒那个瓷器活 这是今天法拍市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往往你去买的那个房子啊 它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 它里面有人居住 甚至哪怕你是合法的 你都没有能力把人请出来 说实话 不但你请不出来 法院都请不出来啊 法院何尝不想把这个房子彻底查封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就卖给你呢 但是限于各级法院的警力有限 而且这个世界上又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 甚至无赖 所以今天法拍房中啊 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做到清户的 这面在拍卖 那面人家照常居住 你说你买到这样一个房子 你怎么搬进去啊 因此我们真是提醒大家啊 如果你想去捡法拍房这个便宜 那你在拍卖之前就真得好好地做调研 到底原房主 它是什么原因还不起钱了 这个房子里还有没有他人居住 你买到这个房子之后 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合法的占有这套房屋 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啊 从法院到拍卖平台 你们或许没有能力把人赶走 但你披露真相这个能力 你总得有吧 你总得告知给买寿人 到底这个房子有没有问题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不光是有没有人在居住啊 还有这个房子算不算凶宅 这个房子以前有没有发生过 重大的刑事案件等等 这些信息你都得合法依规的披露出来 我们买寿人买着才更加安心嘛 所以说法拍房是块巨大的蛋糕 但是想把它吃下去 你真的得准备好才行啊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上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我给你音乐 我给你音乐